一天的健康就从蔬食开始 欢迎收看蔬食够健康 观众朋友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 就是一般的淀粉可能会去做一些选择 比如说我们会选择比较相对优质的淀粉 那地瓜应该是大家很喜欢也很常见的 那我们今天节目要介绍的是一道 栗子地瓜佐藜麦彩椒酱 那当然它是一个凉拌的菜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欢迎我们的Marco老师 嗨 大家好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好 老师好 老师好 又来了 对 栗子地瓜 其实台湾的地瓜很多品种 台湾的地瓜很多品种 像金山是中66号地瓜 对 红肉 因为这个要介绍 我是金山人 真的 对 金山万里人 所以我们的地瓜很盛产 其实栗子地瓜是日本品种 对 台湾也很多品种 其实都很好吃 都是圆形的淀粉 对 那这道菜用栗子地瓜 是因为它多了一个水果香气 而且它口感比较扎实 对 比较扎实 对 所以吃起来比较好吃 像我今天这个栗子地瓜 其实它也是金山那边产 也有种了 对 它只是日本品种 在台湾种 台湾农业真的厉害 对 那这道凉拌菜呢 就是畅早大家吃 圆形淀粉 地瓜 那我们先把地瓜蒸熟 对 像我们这边这个就是已经蒸熟了 那选用栗子地瓜 还有个好处 栗子地瓜的皮 比较细致 你连皮吃 不会觉得怪怪的 而且会吃到更多膳食纤维 而且它比较没有那么大颗嘛 对 蒸也比较快 对 所以而且它细长型 我们在做料理 可能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对 那你蒸好的地瓜 像我们这栗子地瓜都蒸好了 对不对 这下去蒸要蒸多久 这个用大同电锅差不多一杯半的水 20分钟就好了 大同电锅 好 那如果说一般的大概就是 一般的差不多你水滚 然后盖锅盖下去蒸 差不多也是15 20分钟 不要蒸太久 如果你怕进步数时间 你就差不多10分钟之后 你就拿个筷子去搓 地瓜搓得过去了 那地瓜就熟了 对 所以这样简单啦 对 很简单 所以我们这个是蒸熟的 蒸熟的我们就把它直接切成厚片状 直接切成厚片状 就让它圆滚滚的 对 让它圆滚滚的 或者是你要切像斜刀 也可以 但是让它片状也比较好 吃的时候刚刚一口 一口大小 对 比较容易吃 就像这样 所以其实切食材 就是看自己就是 比如说可以一口吃 或者是食材平均大小都差不多 对 差不多 比较刚好 而且发觉你会发觉 自己会发觉在吃一些粒子地瓜 它不会被你刀压下去 就散掉了 对 对 就是为什么 所以它比较扎实 就比较扎实 所以为什么要选用这个粒子地瓜 的原因在做这样的这个料理 不然我们凉拌菜 拌到最后你想想看 如果你的主食材 都糊掉了 糊掉了就不好吃了 是 就变地瓜 所以老师在选菜 然后就是要怎么搭配的时候 其实它的完整性 跟它食材的特性 也都要考虑到 对 都要考虑到 好 我们把它放到盘子里 对 所以老师你很强调 就是食物的原型 像这边还有梨麦 对 梨麦等于是在那个米食里面 它算是一种饱食类的东西 对 饱食类 它其实梨麦算是种子类 那种子又会让你饱足感 那其实它是一个 纤维纸很高的东西 对 对 那我们地瓜切好了 好 对不对 像这样 我们就让它在旁边stand by 好 先等一下 它叫它煮梨麦 煮梨麦 那煮梨麦有个重点 这个很想教大家 现在很流行吃梨麦 可是就是有人会反应 就是有粉丝跟我反应 或是观众朋友跟我反应 说梨麦吃起来不好吃 对 太硬 这样就是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 煮的时候它会一直冒出来 一直冒出来 对 其实梨麦跟大家讲 红梨麦 白梨麦 黑梨麦 对 我建议你分开煮 因为它煮的时间 其实是不一样 黑梨麦水煮 可能要20分钟 对 红梨麦10分钟 白梨麦 可能5分钟就好了 那不怪 所以你有吃到一些不熟的 对 所以你把它混在一起煮 你就会吃到 过熟跟不熟的梨麦 对 然后梨麦熟的标准 就是要煮到 后面有个小Q牙 那个白白的尾巴 对 打开 它才是熟 所以种籽类记得 都一定要煮熟 所以我们这个红梨麦 下去煮 10分钟就够了 10分钟 水滚10分钟 如果你怕它冒 是因为有灶碱 滚起来之后赶快转小火 让它在里面滚动 差不多10分钟 它就熟了 好 它就熟了 所以我们这个等一下 滚了之后再放下去煮 像这边就有这个煮好的 好 我们就先用煮好的 先用煮好 像这个有 每颗都有Q牙 所以每颗都煮熟了 所以你等一下吃起来就这样 很像吃那个 很松软的那些穀物 这样烧烧烧的 很好吃 我觉得其实这个吃起来 就是让身体会比较没有负担 是的 然后一样会有饱足感 没错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梨麦彩椒酱 对 所以我们要切彩椒 好 切彩椒 彩椒很简单 把它切得怎样 切得钉状 跟梨麦差不多大 像这样 所以就一样 切彩椒要好切 记得要去头去尾 对 不然你整颗对半 然后那个是粥状 一个碗状 你要切丁很难切 所以老师你是让它平躺 对 让它平躺 前后都先去掉 对 没错 所以前后记得先去掉 前后去掉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侧面进刀 对 把刀推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很平顺的 把这个彩椒里面的纸 划一圈就好了 划一圈就好了 对 然后这样你的彩椒 所以它中间的白膜 也都被你弄掉 都去掉了 所以你就这样 让它乖乖地躺在砧板上 对 然后就是一片 对 一片 你这样要切丁就很好切 安全 对 安全又好切 所以我们就先切成小条状 是 对 老师你在做菜的时候 你会很强调就是 因为一开始就讲 就是食物的原型 原型 还有就是它的膳食纤维 对 它的营养健康 没错 对 然后还有等一下 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凉拌菜 有一个重头戏是橄榄油 是 没错 所以老师你对于这样子的组合 其实叫做地中海料理 对不对 对 所以老师研究地中海料理 研究很久 研究差不多六到八年油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研究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研究 做这个研究当然是想要让自己健康 因为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以前很胖 是多胖 你想象看 118公斤有多胖 118公斤 那你现在呢 我现在80公斤 80 对 所以少三十几 少了三十六 少了半个人 半个人 少了三十六 快38 太厉害了 对啊 所以才会把这些心得 从第一本书写到第四本书 所以你在做 就是这样子调整你的体重的时候 厨师应该不可能让自己吃到不好吃的 对啊 所以你不会像我们一样 比如说节食或吃水煮的 也不是说不好吃 就是厨师在减肥 你都会想要让自己吃一些 可以让心情愉悦 也是啊 那吃完之后想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才会出 从第一本书就是让大家一直吃 所以 最近有一个 这是第四本 这是第四本 有没有看到 这里就有那个118公斤的用力 就看这个胖子到底是谁 你绝对看不出来是他 因为我刚刚其实已经看很久了 对 就差不多六年多前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原型嘛 对 原型吃你吃多了身体机能高 机能高就高代谢 所以叫高代谢地中海料 是地中海料理 所以它是减糖然后低卡 然后用好的油 没错 对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好 像这个水滚了 我们就赶快把里麦放下去煮 那要盖锅盖 盖锅盖不要盖 不要盖吗 真的吗 其实你盖锅盖啊 它更容易冒出来 我正想去拿锅盖 对 你盖锅盖它照前往上冲 遇到热气更容易冒出来 你就让它这样乖乖的煮就好了 原来是锅盖的错 对 是锅盖的错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那我们这个红甜椒切丁 就把它放出去 差不多各100克 各100克 2分之1克吧 2分之1克 然后100 100克 100克100克 然后我们梨麦也放100克 是 梨麦100克 放下去 然后接下来 在国外其实有很多店 它都是用类似这样子的健康料理 然后它就是用梨麦来当它的基底的主食 对 基底主食 这样你会吃到营养也吃到好的 这满满的健康 这个时候要调味 我们就来点沙塔 这样子我们要关小火吗 梨麦刚好滚啊 对 这个时候你把它关小火 因为我 你这样就知道我有煮失败的经验 所以是不好的经验 对啊 那你煮小火之前 因为梨麦在沸腾 对 会粘在锅边 你稍微把它剥一下 然后维持小滚的状态 让它继续去煮 煮到Q牙蹦出来就好了 所以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原来我是因为盖锅盖 盖锅盖 然后没有调整火 对 这样你就学会了 10分钟 10分钟就够了 放个差不多2茶匙的沙塔 1茶匙的黑胡椒 然后放一点点盐吧 一点点盐 差不多3分之1 4分之1 是 好 这个时候先把它和一下 让它均匀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再把柠檬汁 倒下去 柠檬啊 对 我们这个稍… 我们这个其实是一个油醋酱的 柠檬油醋酱 那有时候我们放醋 到隔天它可能太酸 是 那你放柠檬汁 那不是更酸吗 其实不会 柠檬汁你放到这些蔬菜里面 它隔天会有点发酵的到 它会变甜的 所以老师你意思是说 我这个做起来不是 不一定要现在马上吃完 对 你可以现在吃 你也可以隔天吃 它几乎差不多 你放在冰箱保鲜盒冷藏 放个三四天没有问题 难怪 我刚刚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你会把这个菜名叫做 就是栗子地瓜 做 藜麦彩椒 藜麦彩椒酱 是的 为什么要一直这么强调这个酱 所以意思是说 这是两件事情 这是两件事情 只是我们把淀粉 好的地瓜或是马铃薯 你可以配这个酱 那你地瓜 马铃薯吃完 你也可以买生菜回来配 对 所以老师今天要教的重点 其实是这个酱 这个酱 重点来了 我们发觉该放的材料 调味料都进去了 对 插一个最重要的元素 什么 橄榄油 油 我们要放橄榄油 你的油来了 对 油来了 老师 听说你是一个品油师 对 品油师 我只有听过品酒师 我真的没有听过品油师 品油师其实就是在评件橄榄油 审核橄榄油 最重要的是教育大家橄榄油 它的营养价值 它的美好味道在家里 这是品油师要做的工作 而且你们发觉我现在油一直到 对呀 几乎没有停 因为我们的柠檬汁 大约下了100cc 对 那你的油就是要下100cc 所以1比1 1比1 才会好吃 是 才会好吃 而且其实我们这个是橄榄油 所以你等一下把它拌进去吃的时候 其实你吃到的这些油脂是健康的颜色 对 而且会让你的食材 你会觉得更润化 它口感会更好 是 可是老师你刚刚讲说橄榄油 它会有不同的风味 对 不同的风味 像我们观众朋友可能听了会觉得 好像很抽象 对 我就一头雾水 橄榄油怎么会有朝鲜剂的味道 绿番茄 青草 其实橄榄它是一个 你要想象它是一个 它是果实 它是果实 对 那果实摘下来在天然物理状况下碾碎 好 碾碎 然后拌一拌 让它出油 对 然后它去压榨 其实压出来那个汁 你应该叫它果汁 对呀 它本来就是果实 对 那你让这个果实这个汁 让它沉淀一下油水分离 上面浮出来那一层 就是橄榄油 对 所以我们都习惯叫它橄榄果汁 对 所以这样之前 是叫果汁 你们叫做果汁 品油是会叫橄榄果汁 那果汁是不是重点就来了 每种果汁有每种果汁不同的香分 对 所以每一种品种的橄榄都有特殊的个性 有道理 对 像我们今天选的这个做油醋酱 柠檬油醋 彩椒油醋 也好像这个是梨麦彩椒油醋 我们选的那个橄榄油 就是调性比较淡雅 它很有分调性啊 它很有分调性 我还以为只有红酒有分调性 你放心 那个我们这个书里面写得很透彻 那可以跟大家这样讲 橄榄油分三大调性 一个是淡雅清香 是 然后一个温润中和 一个是果香浓郁 清中种三种 还有分等级 没有分等级 这真的是没有 老师没有讲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这个大家比较不知道 所以你可以拿你家的橄榄油 可能稍微尝一下 那种的橄榄油 你就可以拿去做种味料 比如说你想要炒一炒葱爆牛肉 炒一炒红酒炖牛肉 对 然后中度的温润了 你就拿来炒面 像这个清爽淡雅的 你更应该拿来做沙拉凉拌 对 所以它真的是有分 像我们这个酱汁就做好了 可是问题是我们去买油的时候 你从上面可以分的 就我们不可能打开来闻吧 对 没错 那它上面会有说明说 它是哪一种口味吗 基本上它一定要打开来品 但是你可以看它品质上的品种 对 像以国家来分的话 如果你买意大利的 对 意大利的 它就会比较辣一点 西班牙的就会比较甜一点点 是 然后那个希腊的它就会比较中和一点 这是国家调性 因为意大利人很热情 对 所以它做出来的橄榄油就比较苦比较辣 口味比较重 西班牙比较浩克 所以它比较会淡雅清爽一点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希腊人比较浪漫 所以比较温润中和一点 当然这是一个抽象说法 粗略的分法 粗略的分法 如果真的话你还可以看品种 所以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再来教大家 怎么更分辨感 怎么去品油 这真的是很有学望 还不知道有品油师 这太优秀了 因为台湾知道的比较少一点点 OK 那我们这个彩胶油醋酱 基本上它就已经拌好了 这个不偷吃一下怎么行 把它连个彩胶一起咬 它这个柠檬不会特别酸 柠檬不会特别酸 因为已经被油温润盖住了 然后整个油进去 如果说单纯 这个油有一点点甘甘的味道 对 因为我们今天挑的油 有点坚果香 有点坚果香 真的耶 那告诉大家 你全部拌好了之后 最后再加一点意大利综合香料 是 对 你要让糖溶解 糖溶解之后再来加香料 对 这样香氛会比较好 但是不要下多 下多就全部都是意大利香料的味道 是 是 是 OK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准备来摆盘 好 摆 那家里宴客的话 其实你可以准备一个长盘 准备一个长盘 准备长盘焯好之后 摆盘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 是的 所以你要让大家 每一个地瓜都可以吃到 酱汁 我会建议你把拿一个长盘 然后最好有盘盐的 你就把它做一个很像堡垒 把地瓜排成像盘子的样子 一个椭圆 对 然后再把酱汁关在中间 对 就盖个城墙就对了 对 城墙就像这样 这样你的酱汁就不会跑的盘子 到处都是 是 对 然后吃起来也方便 这栗子地瓜这样切起来 感觉又比这样整条来吃 感觉又更可口 对 然后而且更精致 没错 没错 而且你吃起来口感更好 所以为什么选用栗子地瓜 是因为它比较扎实 对 你在配酱料的时候会比较 入口比较滑顺 对 比较滑顺 有 刚刚就是偷吃一口 那个酱料的时候 确实那个油的整个滑润度 然后在嘴巴里面一点点酸 对 然后这样甘甘 其实真的是很香 这里要不要拿个小碗 不要偷吃 直接先让你来一块地瓜 真的吗 我正想 好 直接加油醋酱 让你来一块地瓜 让你感受一下 然后加一个看看 对 加一个看看 所以这个酱可以留好几天 对 可以留好几天 因为我们油放得够多 它会产生油风的效果 对 这个会 酸甜中又开胃 对 对 酸甜中又开胃 而且那个 哇 这个橄榄油很特别 它那个甘甘的那个味道 很强烈 很强烈 就是那个品种 它庄园主人品种选得好 帮助我们菜就做得好 所以老师你说 这个瓶子上面有写这个 这个就是品种 这个是品种 对 让大家看一下 像单一品种橄榄油 农夫会很重 它的时候会觉得很骄傲 所以他一定会把品种写出来 像这边就是写 这就是单一品种 它的品牌 然后这个是它的 冷压出炸等级 对 最下面这个 Abergine 这个就是它的品种 特别选这个品种来做这道菜 是因为它有个坚果调性 又清爽淡油 所以做这道菜正适合 是耶 是耶 真的很有学问 对 下次朋友去 开始就是去买橄榄油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在上面稍微看一下 琢磨一下 琢磨一下 我们最后再放一点生菜 这个刚好配上那个栗子 栗子地瓜 那个扎实感 对 就是不会糊糊 对 刚好好吃 然后再来就是 还有因为像地瓜很多品种 有的就会比较水水的 对 比较水水的 然后有的是比较松软 然后有的会比较Q 对 那你栗子地瓜配这个酱汁 其实吃起来是刚刚好的 真的是很搭 哇 老师你再配上这样子就 哇 整个那个 就不是单纯的地瓜了 对 所以我们的栗子地瓜做 梨麦彩椒酱就好了 上菜囉 好 我要来挑一个最大片 一定要的 对 而且这个其实一般不会把梨麦跟 就是凉拌的东西就是 联想在一起 对 大部分就是梨麦它可能就是跟菜 没错 下去配当主食了 这个我觉得有用手拿 可以用手拿 对 用手拿 应该是最方便的 嗯嗯嗯嗯嗯 这样子 哇 老师你这样摆 好看又好吃 嗯 而且它不会沾到太多酱 我本来以为你是要把它 淋在这上面 因为淋在上面喔 怕那个柴椒梨麦酱 嗯 把它那个地瓜的肉弄得太湿了 哦 就不好吃了 所以你放旁边稍微沾一下 对 然后要吃的时候淋一些在地瓜上 直接入口 直接入口 这样你就会吃到两个口感 你会吃到 像我现在就听到 自己的嘴巴这样 嗖嗖嗖嗖的声音 你有没有听到 那个嗖嗖嗖嗖的声音 然后还有那个 很满足的那个表情 对 因为那里面就是有一点点酸味 哇 你那个唾液腺 对 大量分泌 会让你两颊生轻 然后那个唾液腺一直出来 然后你又吃到那个地瓜 帮你开胃 对 非常的 我觉得是有点酸甜酸甜 对 让你很觉得很mazing的感觉 就是做这种结合 感觉是那种就是青春期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那就要多吃一点了 就是很轻色 然后淡淡的一点酸甜味结合在一起 然后栗子 对那栗子的那个味道 还有我觉得 那个现在嘴巴里面 其实全部吞下去了 然后那个橄榄油的香 对 后进就来 还是在耶 对 就是地中海料理的一个精髓所在 对 所以如果这么清爽的一道菜 摆盘又摆得这么漂亮 如果我们家里面其实不管任何时间 就是下午或者是早上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吃 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单纯很健康 对 其实它是一个主食 对 也是一个开胃菜 对 那你要把它当早餐当下午茶 都是OK的 真的非常好 虽然菜名很长 叫做栗子 栗子地瓜 左梨麦彩椒酱 所以老师教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样子的一个装饰 然后一个一道菜 对 还有一个 一个酱汁一个主食 然后酱汁也可以把它留下来 对 非常谢谢 配面包 谢谢马可老师 然后观众朋友 谢谢姿里 对老师的这个菜色有兴趣 还有就是品油师 还有老师怎么去料理地中海型的一个料理 有兴趣呢 上网Google一下 找一下老师的名字 他的书啪啪啪全部都出来了 好 非常谢谢马可老师